光复乡泰巴朗建筍杯哨棒锦标赛 108年疫情之后停办3年 今年终于重新举行了 吸引了来自全台湾各地 包括了宜兰台东甚至于是台中等地区 有16只国小棒球竞旅同台较近 在主场地举行开幕渔市 大会主席吴明修表示 建筍杯棒球赛是因部落建筍农产而产生 因此期待未来能够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哨棒赛事 因为疫情停办3年的泰巴朗建筍杯哨棒锦标赛 今天上午在主场地泰巴朗国小棒球场热闹开幕 主场首战由地主队泰巴朗国小对上玉里国小 才刚拿下全国原名运哨棒赛冠军的泰巴朗国小棒球队 亲取玉里国小 而接着由宜兰大同国小与台东红叶哨棒队登场对决 两队实力相当战狂激烈 光复乡泰巴朗建筍杯哨棒赛 睽違五年 今年重新开打 除了现议会议长将军 地方索会 农会 以及部落优秀子弟 家长后援会等 赞助支持 其中最大推手泰巴朗子弟 现任桃园市体育会 体育运动舞蹈委员会总干事林玉蓉 出钱又出力 成为孩童棒球梦有力的后盾 市长这边是不是本身也喜欢棒球运动吗 我本身是国标舞的老师教练 但是因为跟小朋友这样开心打球 非常开心 所以我本身在老园 那全力来支持 我们花园尤其光复的这些小朋友 这样的一个打球 非常开心 也让我们自己的家乡 能够在这棒球 因为光复是棒球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意向 那藉由一点点小小的力量 让更多人一起参与 让我们棒球能够更蓬勃 更发生 起初结合推广行销 地方建筍农产 而开办的建筍杯棒球赛 已有18年的历史 今年度的少棒锦标赛 吸引来自全台 包括宜兰 台东 甚至台中等地 共16支的国小棒球 竞旅同台较近 部落以及地方各界全力以赴 提供小选手们 一个切磋发挥球技的舞台 你感谢各县市政府的协助 还有各位小朋友 就是全国有好几个也有 从台中来的小朋友 也都非常愿意来到我们 太阳朗这边参与这个盛事 所以我希望未来 把这个赛事 变成我们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 一个比赛 在地方有这个运动赛事 是非常好的 更难的是这又延续了 大概已经这是第十届 那希望未来在花莲这里呢 我们呢大力的去协助地方 来举办这样子的比赛 可以跨县市的来做交流之外呢 我们呢也可以让选手 有更多的舞台 更多的球赛可以打 然后更增进自己的球技 2023年 塔巴朗见损杯绍棒锦标赛 今天胜打开幕 才循环淘汰赛制 让每支球队都有机会 对决同台切磋 而为期三天的赛事 除了在主场地 塔巴朗国小棒球场之外 也在光复国小 以及光复国中三个球场进行 也欢迎乡亲民众一起到场 观看精彩球赛 为小小选手们